大家好,我是澳洲鼎峰集團的陳卓健,Vincent 我是Dennis,Dennis One 老闆好 你好 老闆,大家都很留意一下澳洲的房地產 其實澳洲哪些城市是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呢? 其實我做了二十多年 最主要現在都是兩個城市 仍然都是雪梨和麥爾培 最主要是因為大學、教育 或者是以後的就業 都是在這些區分他們比較喜歡 我想問一下老闆 其實大家住在香港都這麼多年 移民到澳洲都這麼多年 對香港和澳洲都有一種情意結 我想問一下分別 你說香港扭軌還是澳洲扭軌? 或者雪梨扭軌呢? 其實這樣說 澳洲其實比香港便宜很多很多 其實還不可以這樣算 阿卓健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們澳洲是永久產權的 所以其實我們擁有 是一個擁有權 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其實是一個租權來的 租權完之後 只不過大家說幾十年後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這個定義上有一個分別 其實很重要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買在哪個位置 而不是有時候不可以只用香港的感覺去買樓的 因為這裡來講 是要更加精確 因為我們的法律上和亞洲是有些分別的 當然我們都收到消息 譬如香港中環一個車位都七八八十萬 其實澳洲雪梨市區的中價位大約是多少 都是七八八十萬 還是港幣 除了因為這樣是五 但是是百多萬 是 但我們不是車位 是啊 包括車位 包括車位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人會考慮在澳洲買物業 不過其實你也有很多香港的粉絲 今天有理由你說 香港人是有什麼 就是會考慮哪類人會考慮買澳洲物業的 你的顧客群在哪裡 當然早期的或者現在都有的就是移民 移民的人一定會買樓 第二類就是讀書 我們那時候創立了一個叫以防養學 香港人都是喜歡這樣 就讀書就買一家樓給他 第三種就是純投資 我未必是移民的 但是我想將一些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 所以變成他都想放在雪梨或者麥爾本 所以是一些純投資而已 不講移民不講留學的 那這些就是 也都是有這樣的人 最近也有一批的人就是什麼呢 是拿了澳洲身份的了 在香港居住的 但是現在香港發覺 此地不宜久留了 於是就想回流回到澳洲 拿著澳洲護照的那些綠卡 所謂回來澳洲定居 大概有四類的人 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這類的朋友 晚上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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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件事 或者你都會知道的就是 其實在澳洲 如果剛才說的第四類 我又沒有綠卡 沒有身份 買不可以買得到 買得到的 而且澳洲是很歡迎海外的買家 去購買澳洲的物業的 也在稅項方面不是太複雜 比較簡單 其他國家比較簡單 這個問題就是 當一些所謂的綠卡者 有綠卡的 回到澳洲 難道住在那裡嗎 好像住在那裡 自己找一間自己住在那裡 他們適合一些什麼呢 適合一些方便的 或者有圖書館 有適合市場 有公園 有車站 現在開始澳洲雪梨的樓 開始越來越亞洲化 一看息就已經全部搞定了 這個是近期 大概十年之間出現了這樣的樓盤 沒錯 已經有地鐵站 火車站 其實移民好 留學好 其實大約會買哪一類的物業呢 如果是 當然 大家都近住這個火車 或者是鐵圓線那些 因為香港人最 講什麼 講速度 講時間 什麼都要發 什麼都要靚 什麼都要正 所以在澳洲來講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什麼都齊了 現在澳洲那個雪梨為士 那個交通非常發達 政府放了很多投資 在基建上面 所以可以感觸到很多不同的 尤其是亞洲 或者香港來的朋友 好像感覺上 就正如香港一樣的生活 一樣 所以我們要留意著 就是完善的 我們澳洲頂峰集團 很多項目都是 跟隨大發展商的步伐去走 而發展商也跟隨政府的步伐去走 於是我們所有的 介紹給你們的物業 都是近住火車站 或者地鐵站 或者是購物中心 或者是近大學的地方 是啊 其實這個是我們 不是聰明 只不過是我們看過 是嗎 不過都是你要選過了 先過了 過了旅灣才過了 太黑人的關係 是啊 所以也為什麼會 其實說 有人會說 好像聽過你這間公司 買到一個紀錄 1.4個億 很貴喔 是啊 其實不是我們聰明 不是我們聰明 只不過是 就是有這樣的配套 樓下是地鐵站 是購物中心 公園 商業 其實這樣 其實這些 如果你放到香港 到處都是的 只不過在澳洲來說 現在這一類是最多人喜歡 最受歡迎 也都有人最肯給錢的 所以我也都將這個的例子 擴出到別的區域 都有這些的 你未必一定要買到 要買到最中心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 其實 正對大學 兩房 Macquarie 然後還黏著地鐵站 和購物中心 100萬 歐幣有找 即是五百萬都不用 還有很多香港朋友 回來雪梨的時候 當然是北岸好 那樣的 但是北岸發覺 又不是很多地方 但是我們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北岸的 等於香港尖沙咀的北雪梨 和小香港之稱的 Chatswood中間的 聖南蘭斯 又是值得留意的 北岸最喜歡的 香港人最喜歡的 但是Chatswood已經貴到 反而聖南蘭斯 還有機會 也是火車站和地鐵站的商鐵 一起在你的家附近 再加上下面就是商場 還有圖書館 還有購物中心 還有公園 還有學校 還有學校 所以這個是最適合香港人 無論你回來回流也好 回來讀書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次我朋友問我 聽來實際上 香港哪裡 我想一想 九龍堂 我覺得是很九龍堂 兩次交會 對面又是醫院 又有好學校 又是shopping 還有大家人的教育水平差不多 那個 比較高尚一點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頂峰集團 有很多很多樓盤 是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是啊 因為我們本身是香港人 所以挑選樓盤的時候 都是用我們那種角度和品味來挑選樓盤 是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澳洲樓盤的資訊 其實可以等一會 在下面那裡 寫下你的名字 還有寫下你的大約有些什麼 我們的團隊 香港團隊 馬上會跟你說 跟你談 那現在來說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我們可以 現在因為這個科技 我們可以直接帶著我們的手機 去到那個地方 跟你一路談 一路說 一路看 其實就是現場的 有畫面有聲音 都是很有親切感之餘 讓你不會感覺到 會不會隔山買牛啊 之類的 現在的科技 可以立刻面對面 立刻可以在你真實的事情當中 是展露在你眼前 是啊 我還記得上一次 你好像有個客人 看完這裏 還想說 你立刻就開車 然後半個小時後 又去到 他簡直就是好像 根本不用飛 他直接來到這裏 每個樓盤看日 你帶他去看不同的商場 這樣 最後就選了他最心意的東西 是的 我們是廣東話 香港人的移民 所以變成我們是完全百分之百 了解到你的需要 也是同聲同氣的 是的 還有我們的物業還可以貸款 再加上我們的團隊本身 也都創了很多很好的紀錄 也都知道我們後面有很多不同的開發商和合作 我們都精銷 提算當中 一些比較出名 和比較信譽良好的開發商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質量的問題 是的 還有我們合作了很多年的開發商 我們合作了很多年的開發商 Lenis Fraser Murvac 很多很多大的開發商 我們都已經合作了很多成十年的人 而且老闆Denis 也是當中的一些智囊團的骨幹分子 所以我們對於他們建屋的一些標準 和售後服務等等 可以幫到大家在澳洲很安心地置業的 還有一點我想要提的就是 我們第一很榮幸的就是 大開發商給了一個最高榮譽我們 因為我們創了出來就是澳洲最高的銷售 但是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是唯一一個中間 我們是可以擔保我們的客戶 一個質量的保證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幹 你可以找回我們 我們會幫你去找回開發商 去做完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是一個有承擔的香港中間 這是對於一些海外 或者香港的買家來說 一個很有信心的一種保證 大家不妨可以去打我們的電話 或者了解我們的服務 然後進而你的下一步就是去澳洲置業 我們在澳洲見好不好 OK 等你啊